Hello,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堂,这是我的第一支Vlog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在下面给我一个大幕歌,或者留言哦 我的本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中学教育 现在我是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在读 目前为止我在澳大利亚已经教过上百名学生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澳大利亚中学和中国中学的十大不同 如果我有什么落下的话,大家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但我留现在这个发型应该很难进学校吧 女生的话应该要留怎么样的头发了 老师说,把头发竖起来会比较好看哦 我可以吗 最好把刘海也加起来 应该没有女生会说,虽然我的脸大,但是我可爱啊 但是在澳大利亚,中学对女生男生的发型好像没有硬性的规定 如果你是美剧迷的话,应该会看到美国的女方就可以化妆的 澳大利亚的高中生可以化妆吗 我甚至有看到学生化着烟裙妆来上课 如果在空地的话,老师应该会说 你是来读书的,读是来约会的 幼儿园的小男孩,刘海刘道,比我还长的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爱漂亮不等于就是快学生 我第一次实习的时候是去一个小学 校长见到我第一名就说 阿龙,以后不许再穿蓝色褶杀了 我当时以为惨了 我的这句蓝色褶杀有很多话 当我完成长达几个月的实习以后 我知道我的这件衬衫太像他们的校服了 我去实习的时候经常有学生问我 老师,你不合适了吗 能穿着校服对学生本身也是一种保护 当学生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要他们穿着校服证明他们是学生身份 就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他们 有的学校的学生上公共汽车 不需要刷砍 他们的校服证明了他们的身份 直接就做都可以了 校服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让学生有灰熟感 每个老师这样对他的学生说 你穿着校服你就代表了学校的新鲜 所以你让你的学校为荣 你穿着这座学校,学校以你为荣 澳大利亚在学生毕业前 我毕业三年到五年之内 老师和学生不能在Facebook试图下关注 更不可能有老师的 私人号码自认有相会传 老师教育规范里规定 老师也不能主动向学生 获取学生的个人信息 一天我被自己的英文老师误导说 澳大利亚的学生是可以 直呼老师的名字的 实际上并不是 绝大多数老师都非常介意 相反在中国老师看起来 似乎是高高在上的职业 但是 与老师的关系太亲近 世界好事和世界坏事呢 你有什么想法 告诉我吧 澳大利亚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 但是在中国是文科班和理科班 当然也有其他的特色班 比如说艺术班 体育班国际班中学的时候 英语老师告诉我说 初中meddle school高中high school 但是在澳大利亚似乎 虽然也会分青年high school 他们统统是中学 我们的初一是他们的七年级 我们的高三是他们的十二年级 我听说中国的新高考 对英文课程的设置改变很大 毕竟还是要学英文啊 毕竟还是要学英文啊 在澳大利亚 英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所以他们可以学习很多 很多 很多的语言 很多 很多 很多的语言 其中包括中文 日语 德语 意大利语 俄语 印度尼西亚语 马来西亚语 希腊语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学生才有那么多的兴趣班和补习班 澳大利亚的学生其实并不轻松 周一到周五 很多学生放学后的时间几乎都被排得满满的 舞蹈班 游泳班 歌唱班 乐器班 语言班 有的家长也会带学去校外的兴趣班和补习班 也有家长会请佳佳老师来家里 我本身也担任很多学生的中文佳佳哦 大多数中国的中校室是固定的 我们每天跟固定的同学一起上课 放学 我们有固定的同桌 前后桌 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很怀念中学的时光 同桌的你这首歌 可以唤起很多人的中学回忆吧 但是澳大利亚的中学 因为课程设置的关系 没有固定的教室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自己的local local的中文是什么 我小时候其实很不喜欢做职日 除了做自己班级的职日以外 还要做毛肝区的职日 学校会专门请清洁工 这是一个听起来秀秀的话题 澳大利亚的学校似乎不存在早恋的说法 早恋 得多早 开山岛 那就是中国中学 澳大利亚中学的实处不同 我有什么遗漏 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 请给我一个赞 感谢你把视频看到最后 如果你对留学 中文教学 中文学习 女士 和美食 请关注我的视频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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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好大 好 好 dispatch 快Help